小猫真闹疼 现在正在努力让那个晚上小猫不关起来 然后它俩也能不追着跑 反正已经连续两天 小猫没有晚上关着了 我不知道是不是跟这有关系 难道是小猫晚上太闹了 然后吵到大猫睡觉了 它平时就这么玩的 就自己把有点点给拱下来 然后就这样玩 好了 好